大家好,虎年开工就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Sketchup 2022发行了 这次的版本有非常大幅度的改变 新功能让创作更有动力了 快接着看看有什么新功能吧 这边我们先打开2022的软体 跟前一代的图示一样 看来从2021的版本后应该暂时就是这个logo了 如果是年费的用户虽然之前2021版本登入过了 但这边还是会被要求要先登入 与之前版本相同 会跳出浏览器要求登入 一样可以直接用Google或Apple账号登入 画面看起来好像也都差不多 登入完成后 关掉浏览器 就会看到熟悉的欢迎画面 除了下方最近的档案是空的以外 与之前版本看不出有差别 选择好自己习惯的场景与单位后就进入软体了 开启后就能看到预设角色从黄衣服变成蓝色衬衫 这也是Sketch每次新版本都会有的彩蛋 就像Google在Android的版本上用甜点命名一样 我们先调整一下习惯的软体环境 打开大工具集 检视 样式及阴影 现在我们在画面中的左边放2021版本 右边放2022版本 相信你一定很快发现按钮上有些差别 在入门极大工具集上都有新的惊喜 2022版新增了四个惊喜的按钮 搜寻 标签 套索悬区 及举行套索切换工具 2022版新增的第一个惊喜 搜寻功能 搜寻分为功能搜寻及场景搜寻 功能搜寻可以找到软体内的功能 点选按钮 输入你需要的功能 目前实测中文或英文都可以 我们来测试开关阴影 以前要到检视下打开阴影 现在只要按下搜寻 输入SH就能找到了 虽然对熟悉软体的使用者来说 应该速度差异不大 不过有时候对功能位置不熟悉的话 可以找到一些特别的功能 除了功能搜寻外 场景搜寻可以直接用文字搜寻场景 实测使用中文或英文都可以 你可以用代号或习惯的标注方式 或是写下图面的正式名称 以后就不用在众多的场景标签里慢慢找了 垂直显示的场景清单也能一次看到比较完整的内容 第二个惊喜 标签 现在我们只需要按下标签按钮 设定好要变更的标签 然后点要加入目前涂层的物件 就完成了 相比以前要先选取物件后再去模型资讯设定标签 方便许多 刚开始可能会不太习惯 会怀疑到底有没有把物件加入标签 所以标签功能的视窗右上角另外又增加了一个功能 可以把目前标签的物件显示为目前的标签色彩 就不用怕放错标签之后很难找到缺了什么物件 标签的颜色也可以自行调整 方便自己定义物件的属性 第三个惊喜 拉索选取 相信曾经用过Photoshop的观众一定想过 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超实用功能加入呢 在2022版终于实现了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拉索选取更乱的场景货面 相信有着工具的加入 创作会更方便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创意 用法很简单 就想象自己拿着笔在场景里面画 圈道的物件就会被悬起来 如果原地放掉就会在终点与起点间拉直线悬去 第四个惊喜 更强大的手绘工具 这也是我们觉得今年最惊喜的改版 以前在用手绘工具画图的时候 就会像这样 感觉像是拿着笔在平面上画图 而且还是小朋友在画图的感觉 总是锯齿的有点严重 所以大部分都还是要用弧线工具慢慢修 现在2022版可以在画完手绘线后 按下Off键增加点数 或是按下Ctrl键减少点数 就能控制手绘线段的品质了 更惊喜的地方是 现在可以用键盘方向键改变手绘弧线的轴向了 不用像以前一定要把画面转到对应的方向 只要按下方向键 随时可以锁定画图的轴向 这样就不怕在室内场景中总是找不到适合的角度去完成手绘弧线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更惊喜的是 现在的手绘弧线可以锁定到物件上了 过去手绘只能在单一轴向上画图 除非物件刚好跟绘图是在同一个轴向 否则没有办法把线条画在上面 也就是当你在地面上画线 必须分段画才能把线画到墙上 现在绘图的时候 只要线段碰触到物件 就会自动粘上去 可以随意的变换轴向 这样你的手画线段就能更立体 做出更多精彩的作品 现在我们来试试看在立体的图形上会有什么效果 这边有两个一样的立方体 我们想把线段从上方延续到侧面 但是当我们把线段画出矩形范围的时候 线段还是维持在蓝色轴向上 新版本当我们延续到侧面 线条的轴线就自动从蓝色转为绿色了 而且三个轴向都可以运作 我们从蓝色轴出发 延续到绿色轴 再到红色轴 都能顺利完成 线段也可以闭合 再来试试看挑战更高难度的 我们建立了一颗球 想在上面开口 直接在球体上手绘 这时大多数会是桃红色的 也就是锁定到了球体的面 但是有时候会跳成其他轴向的颜色 所以在最后画完后可能还需要在手动补一下 没有连接好的线 最后测试结果是成功的 我们可以把球体的面分割了 这应该也算2022版的一大突破了 第五个惊喜 更快速的分解速度 过去在网路上下载了漂亮的高品质模型 分解速度总是让人崩溃 来看看新版的效果如何吧 准备 一开始两边都出现停滞状态 超快的 2022版本已经跑完了 3秒08 我们继续等待2021版 最后2021版本花了11秒左右 这样就能看出新版本的惊奇啦 第六个惊喜 左标轴自动转正 这个功能对建筑或室内设计的使用者会是超大惊喜 以前如果你的建筑物是斜的 当你要输出立面图 就需要自己手动旋转轴向 虽然也是做得到 不过总是感觉不准 而且每次都要重来 现在 2022版 只要在原件编辑模式下 按下检视的各种方向 就会自动帮你旋转坐标轴 让你的物件与视角水平垂直 以后输出图面不用再烦恼怎么转正的问题 所以建筑物可以在场景中 直接旋转到对应的方位 阴影的控制就能更精准了 2022推出这些新功能 是不是很吸引人呢 赶快去更新吧 这边我们通常加印 如果你想更新软体 该怎么做呢 只要你是注册年费版本的使用者 都可以更新 如果是早期买断的版本 可能需要再另外注册年费版本了 只要打开2021版本 到说明 检查更新 就会跳出视窗 告诉你有新版本可以下载了 直觉点下去下载并安装 然后等待下载 接着按继续跟着安装说明 下一步到底就完成了 最后看到这个画面 就可以开始享受2022版的惊喜功能 你最喜欢这次改版的什么功能 或是发现我们遗漏了什么厉害的新功能 请在下方留言分享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观看 想知道更多2022版的新功能操作方法吗 快订阅我们吧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